准备 韩秋风 请到十八号诊室就诊 张德超 请到二十一号 准备诊就诊 你哪儿不舒服 我呀 我那个昨天不小心 磕了一下胳膊肘 疼得厉害 请坐我看看 没有红肿和雨血 问题不大 这位医生 你年轻有为的 有女朋友了吗 有啊 等等 这儿还疼 真是可惜了 你看我有朋友的孩子 这条件特别好 人长得漂亮 学历也高 我真想给你介绍 不用 谢谢 这样疼吗 不疼 疼 也有点疼 对 帅医生 你是本地人吗 阿姨啊 您问的这些问题 和您的病情都没有关系 还有您这胳膊呢 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您要是实在觉得难受呢 可以去拍个片子看一下 不过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就听你的 你看你这么年轻 就当了主任医师 这经验得多丰富啊 那个 你是一毕业 就在这家医院工作吗 是 所以呢 您尽管可以放心 您这个胳膊没有问题 我后面还有很多病人要看 您要是没有什么 别的问题的话 可以去付菲拿药了 这个用红花油每天早晚 各按摩一次很快就好 谢谢啊 下一位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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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喂喂喂我的宝贝女儿啊 哎 我让阿姨啊 特意给你煲了乌鸡汤 最不精神了 哎 这才下午两点钟 让我这会儿吃了 我还吃得下晚饭吗 怎么不能啊 汤而已 又不称人 来 这么女儿做生意这么辛苦 当然得好好补养补养了 不愧是我女儿 生意做得聪明 看人眼光也准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啊 那个啊 哎以后你有空啊 多跟赵医生一块啊 你怎么知道赵医生 还准备殷勤 肯定有问题 没问题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好好喝汤啊 把这些都喝完 听话啊 好好工作 妈走了 妈 肯定有问题 肯定有问题 对了 今天有个女病人 特别奇怪 她说她胳膊疼 我给她一检查吧 什么问题都没有 她问了我一对私人问题 什么女病人 长得漂亮 是不是喜欢上你了 怎么可能 一个中年阿姨吧 看样子有四五十岁了 你还别说 要不是她年纪足够大呀 我还真的以为 又来了一个跟你 一模一样的胆肥的 那女阿姨她都问你些什么了呀 问我 什么 老家是哪儿的呀 工作多久了 还问我有没有女朋友 我说我有女朋友了 直接回绝了 这才算完 现在这些老阿姨 真太可怕了 什么都不知道 就要给别人当我命呢 太像 怎么了 我的话没那么好笑 你说那个阿姨呀 那是我妈 她就下午来我公司了 说是给我煲汤来 结果呢整个人奇奇怪怪的 还说让我经常跟你在一起 我就知道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你们全家是不是都不走寻常路啊 要见我直接跟你说不就行了吗 路得着适合进球员吧 她想见我还不乐意呢 我爸妈从小就喜欢成绩好的 喜欢读书读得好的 我这还没有介绍你们俩认识呢 她就给我折腾出这么多事来 我要是介绍你们俩认识了 还不知道怎么感受我呢 你该不会是怕你爸妈 站在我这边吧 是 你看啊 一边是我这种优秀青年 一边是你这种不学无术之辈 谁看谁明白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赵鞋鞋我告诉你 你要再说一次我 懂吗 好了好了不逗你了 不过话说回来 你什么时候见我爸妈来 说了不见吗 这样子把父母拉扯进来可麻烦了 曲潇潇 你该不会是害怕了吧 这 开玩笑 或曲潇潇怕过谁呀